歡迎收看雲端最有錢 有看就會變有錢 大家好 我是慶怡 好 這個時候可能很多人不太敢想在這個變有錢的事情 要先把這個本錢給顧好 這時候就是要把這個自己的健康 還有荷包給顧好 我們一起來這個靜觀 這是歷史性的重大的轉折 那麼今天看到這個川普談話之後 全球股市可以說是嚇破膽 我們來看到目前這個從今天這個WHO一連串的新聞告訴大家 這個已經正式宣布 這個這一次就是一個全球大流行病 那麼敲行警鐘也助長全球的空方的氣焰 所以我們看到昨天這個稻窮 是已經在下沙的1464點 好 那這是這個股票下沙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不只稻窮 還包括美股 包括亞洲股市通通是下沙 那麼現在臺北股市最低點是來到10359點 等於失守了10400點的整處關卡 盤中這個波動已經來到了500點之多 那麼道瓊電子盤現在是持續在下跌 這個剛剛也是跌破千點 目前道瓊是跌了711點 在NASDAQ是跌了253點 SB指數現在也是跌了101點 現在只能感覺全世界是非常的恐慌 電子盤也都在下跌 這個時候大家會問為什麼會跌得這麼慘呢 那麼有非常多的因素在分析 當然今天一連串的負面消息還是不斷傳出來 大家認為整個疫情的這個最恐慌的時候 恐怕還沒有到 甚至有位經濟學家說 就是在美國非常出名的經濟學家 他說看完這個昨天道瓊崩堤的1400點之後 他說這還是暴風雨前的寧靜 天啊 大家覺得已經是非常非常恐慌的時候 還是暴風雨前的寧靜嗎 還要股票還在下沙多久呢 好 這裡頭我們來看看川普 主要是這個川普的緊急談話 觸犯大家非常非常緊張的神經 川普發表全國性的談話 那麼重點就是限制歐洲人 但是不包括英國入境30天 那麼也只是國會 嚴禮50億的美金的貸款 那麼希望可以增加中小企業的一些流動性 現在很多企業 特別是小企業非常的緊張 那麼也只是財政部嚴禮200億的美金的減稅方案 還有之前我們講過的薪資稅 這個要降到0% 希望可以紓解大家一些壓力 好 那麼來看到在美國這邊 為什麼大家現在覺得這麼的緊張 主要是因為目前累積的確診的人數 已經來到了1237例 這個死亡人數是37人 不過現在聽到更多恐慌的數字 包括美國今天聽到數字說 可能會確診人數來到1億5000萬人 有這麼可怕嗎 我們待會來討論一下 那麼義大利這邊新增的人數 也是不斷在增加 今天又增加了2313例 德國是271例 法國新增497例 目前全美24週 加上特區全部進入了緊急狀況 這個現在剛剛這個數字期還在下修 目前是已經跌到700多點了 那麼除了美股 美股其實從這個昨天一跌之後 跌幅從近期的高點已經是跌破了20% 等於這個美股已經進入了熊市 也接受2009年以來的牛市 現在這個盤是要怎麼看呢 是一時的崩跌還是有可能再來個大的反彈呢 好 我們來看看不只是美股 這個已經步入熊市 澳洲股市也跌入熊市 持續受到這個肺炎疫情 還有油價的打擊 澳洲股市已經創下了這個歷史性高的跌幅 超過了20% 20%是一個指標觀察點 那麼我們另外來看看在日本股市方面 日本股市呢 這個也是創下三年來的新低 相對近期的高點 也是下跌了20.7% 所以日本股市現在的表現 也是宣布進入了熊市 那麼日經指數也創下 近近15個月來的新低 這個指數是跌破了日本央行 過去將近7年來 股票投資的一個平均的價位 好 那今天看到很多名人 驚傳確診 讓很多這個影迷球迷的心都跟著碎了 我們來看看包括誰呢 好 這邊看到兩位大明星 第一位 這位是這個我非常喜歡的湯姆漢克 現在65歲的這個好萊塢影星 湯姆漢克 他跟太太在澳洲拍戲 那沒有想到呢 這個拍到一半驚傳呢 他在臉書上發文宣告 他自己確診了新冠 這個新型冠狀病毒 那目前感染員已經找到了 就是劇組微工作人員 他一次在開拍的時候 他就已經是確診了 但是他繼續在拍戲 所以現在呢 造成整個劇組非常恐慌 也是這個全面要隔離 所以大家開始很擔心了 是不是迪士尼已經官員了 那麼是不是電影 可能也會看不到了呢 好 現在是很多恐慌的預測 那另外NBA的球迷很緊張 NBA已經緊急宣布 無限期的停賽 這個部分損失會來到100多億美金 主要是由他爵士隊的法國中鋒 他也確診了武漢肺炎 好 那麼現在大家另外一個關注焦點 就是日本的東奧怎麼辦 日本政府目前態度還是感覺滿鐵的 日本政府說沒有必要鎖國 沒有想過要取消東奧 這是目前的還是強調說 從來都沒有想過要取消東京奧運的想法 但是沒有想法 這個被環境所逼接下來會怎麼做呢 好 全世界都在緊急救世 英國降息之後呢 英國最新也宣布了300億英鎊的 一個刺激計劃 現在是財政貨幣雙管齊下 那麼澳洲也很慘 所以澳洲剛剛也宣布了176億的 這個澳元的財政刺激計劃 因為很可能會步入1991年以來首次衰退 那這邊全國疫情到爆發 我們再來看一下 法國現在是澳洲的第二大疫區 西班牙是歐洲第三大的疫區 那麼丹麥已經是歐洲第二個 是封鎖的國家 封鎖的期間會長達14天 德國也宣布禁止1000人以上的活動 那麼英國現在也在研 你是不是要關閉學校 還有大眾運輸工具等等 那麼德國現在大家很緊張的是 這個梅克爾說 會有60%到70%的人 會感染武漢肺炎 那麼這個衛生部長說 在沒有辦法確認疫情怎麼擴散之前 現在目前開發出這樣的一個 疫苗的情況之下 梅克爾的預測可能就是真的 但是現在還沒有祭出這個封城的情況 那另外這個歐洲這麼嚴重 這個川普都禁止歐洲人去美國了 主要是因為賽普勒斯 現在也發生了首例的確診之後 目前整個歐洲當地是18000例確診 那麼其中義大利最嚴重 是不是從這個中國現在美國 再來就是歐洲呢 泰國來看一下 泰國也取消了19個國家的落地圈 包括我們台灣 那也包括了中國 也包括印度 墨西哥這些等等在內 總共19個國家 沙烏地阿拉伯這些等等 全部都取消落地圈 那現在大家在寄望說 誰可以來救股市 誰可以救救加大荷包 那當然這個第一個重頭戲 有聯準會 聯準會之前3月3號 已經無預期的降息兩碼 但是美股還是暴跌 市場說是不是提油在救火 那我們看英國央行 也開始降息兩碼 降到0.25% 2008年以來 金融危機的首件 那馬上在等待的時間點 就3月18號 美國聯準會可能會再降息三碼嗎 好今年是不是就是美國 就會極可能賣下零利率的 那麼這個利息一直降一直降 到底對股市有沒有幫助 那我們台灣央行會怎麼辦 台灣央行艱難的選擇 大家都在降息 我們要不要跟進呢 好今天這個央行 楊金融的態度是說 降息空間也是一個因素 是不是有可能繼續降息 他今天這個楊總裁 講到一個重點 他覺得只要把疫情控制好的話 現在看起來有嚴重 但是跟金融海嘯相比 我們楊總裁的說法是說 其實是比較不嚴重的 他覺得6月底是疫情 是不是可以直穩 一個關鍵的分界點 他認為以過去SARS經驗 差不多1到2劑 所以他的提出來時間點是6月 這個時間點 大家是不是可以寄予一些期望 我們今天來個深入的討論 大家很緊張 這時間點已經來到1點17分 台北股市剩下13分鐘的交易時間 馬上接著我們今天現場來賓 第一位是資深分析師敏寬 歡迎 金儀好 大家好 財經專家沐華歡迎 大家好 我們財經教授鄭天宇老師歡迎 大家好 現在這個盤很緊張 沐華先講一下 我們先投票一下好不好 我們知道我們今天有這個 落底了嗎 落底是圈還是 落底按圈 沒有 我一半 一半 一半一半沒有 我要解釋的 民寬你最明確 沒有落底 先跟各位報告 從1月到目前為止 我的說法都沒有改變過 我一直跟各位報告 這一波叫做整個經濟面的往後縮 那往後縮的過程當中 整個經濟體已經縮小了 我們再跟各位談 3月3號這一次鮑爾 他應該是吃了襯托鐵的心 為什麼呢 理論上他正常的程序當中的話 他是要經過3月17到3月18的一個開會 然後他才能夠做降息 結果他就說不行 馬上降 我問各位有沒有效 市場上是拍拍手 還是後面發生說 哎呀不對啊 包我老大 你居然在這個關鍵的時間 碾下了這個重要的決定 到底經濟體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再來看 昨天英國的一個央行 也是突然間呈現降息的一個狀況 那呈現降息的一個狀況完之後 後面他發生了什麼事呢 先跟各位報告 目前的一個歐股的一個狀況 他並沒有變好 這回歸到什麼地方呢 我再跟各位談論一個重點 過去他的架構是說 當市場上 因為我們市場上需要資金 我們就降息 然後利用所謂的一個同貼線 等等的一個方法 讓市場的一個資金可以溢出來 所以他的股市他就會講會漲 然後經濟體他就會變好 我問各位一件事情 降息可不可以讓你不咳嗽 降息可不可以讓你不發燒 降息可不可以讓你的新冠肺炎會好 所以這一波現在最大最大的麻煩 為什麼昨天的一個美股 會這樣子跌的東倒西歪的 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 我們現在突然間發現一件事情了 很多人都說我烏鴉嘴 很多人都說 哎呀把這個分析師趕出去 他怎麼會把行情講的這麼空 但是這一波在中國的一個架構當中 我最擔心的就是 總體的需求往下降 總體的供給也往下降 現在麻煩了 為什麼 因為在過去兩個多月當中 在中國所演的戲要在美國再演一次 那這次往美國再演一次的一個過程當中 請各位去注意到 中國他的經濟體占全世界是17% 那美國的經濟體他占多少 當美國的經濟體占多少 請各位去注意到一個重點 當昨天川普總統下令的所謂的一個編制管制令的過程當中 歐洲不含英國 所有的人30天之內到整個美國去 要開始做很多不同的一個整個隔離等等的 先跟各位報告 美國所有的一個期貨盤他開始往下崩 為什麼往下崩 我就問各位嘛 迪士尼樂園誰去 那些遊樂設施誰去 過去很多人要去美國 要去開那個66號的一個公路 還會有人來嗎 所以現在最擔心的就是 中國的事情會Copy整個Copy到美國去 現在好了 電影沒得看的 NBA沒得演的 陸陸續續很多的事情都在做 但是先跟各位報告 中國有辦法封鎖 美國有辦法封鎖嗎 所以我們來看昨天整個美股的一個狀況 美股這一波的一個高點在29551點 在昨天眾錯了1464點之後 昨天來到了23553 這是一個令人非常尷尬的一個位置 為什麼 因為這個禮拜在星期一 我在吉他台曾經說過 目前的川普已經被推到懸崖邊了 什麼叫推到懸崖邊 這次川普一直認為他的連任 對他來說鬥定尼鎔 很簡單的事情 可是目前來看我問各位 當所有的人生病了 當你的收入減少了 當你對未來不確定的過程當中 你又沒有人可以怪 你可以怪誰 你會怪你的總統 所以川普的一個民調一直往下降 那目前這一波來說的話 這波ECB來說也非常非常重要 來跟各位報告 歐洲的一個央行德拉吉他最近也說了 他說這一波就目前的一個架構來做觀察的話 先跟各位報告 這一波歐洲恐怕會發生如同2008年的一個金融危機 所以他就 不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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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講講講一堆 我再跟各位報告一次 他在那邊講講講一堆 對於所謂的事情來說的話 會有幫助嗎 這個要後面持續化的大家看 所以就目前來說的話 跟各位報告 現在問題越走越麻煩 也就是說美國在演這兩個月來在中國演的戲 但重點是美國很難封 所以這次的經濟體撞擊更大 後面會怎麼走 請各位還是一句話 現金拉高一點 個股不要買太多 目前來看的話 全世界的個股 經歷了一個非常麻煩的難關 所以今天台股股市已經破了這個10500點的成數關卡 你剛才說還沒有落敵 我認為還沒有 所以會繼續你看到的 短線可能會反彈 但反彈完之後再跟各位報告一次 如果等不測去往下走這一波再跟各位談一次 等不測去就是上面的一個頭部成形過後 往下測要跟上面測一樣深 這一波先跟各位報告 我認為台股來說的話 後面還會有非常多辛苦的一個狀況要面對 非常多辛苦 現在很多人在心碎 還有更辛苦的 好今天很多的影迷也心碎 影帝有沒有 這個也確診 NBA的明星球員也確診 穆華你怎麼看 你剛剛是一半一半 我記得你之前是比較悲觀的嗎 現在一半一半了 你覺得差不多有乾地快點嗎 我先講第一個 全世界金融市場熊市確立了 這個不用懷疑 就是說現在已經開始進入到一個空投市場 而且這個空投市場到底要走多久 其實沒有人可以估計 若以過去二次世界大戰到現在 有一個統計資料 美國股市曾經出現過12次的熊市 這個熊市就代表說它跌幅 從高點下來跌了20% 現在目前已經達到熊市的標準 總共的跌幅平均是多少 就30%了 所以說後面還有的跌就對了 至於說如果最嚴重的熊市 它可以跌到腰斬 現在已經跌20%了嗎 現在已經20%了嗎 我算給大家聽 所以說我先講我第一個利潤 就是全世界包括台股進入到熊市這件事情 應該已經毋庸置疑 雖然說台股跌幅還沒到這個20% 甚至台股還沒到技術性修正的一個空間 連10%都沒有 相對強 相對強這是一個 所以你覺得台股也會步入熊市 我覺得如果美股確定步入熊市的話 台股你說它可以躲得過嗎 它憑什麼躲得過 那我們來看 我們回過來講說為什麼今天會跌這麼重 大家可以看到我這邊有兩排數字 我們先來看一下台股 台股這個29年來最高點就12197 大家都知道 跌到今天盤中低點10359 總共下跌1838點 跌幅是8.1% 這個深不深很深 但是還沒達到所謂的技術分析上面 10%的一個修正空間 算很強很強 10359跌到10%以上了吧 還沒嗎 沒有還不到 你按一下計算機 好 美國道瓊工業指數 2月的歷史最高點是29568 跌到昨天盤中低點23328 其實跟瘦盤點差不太多 總共跌了6240點 它的跌幅是21% 進入熊市 也就是說進入空投市場 所以為什麼台股今天殺這麼兇 兩個字叫做補跌 因為台股的跌幅遠遠是低於美股的跌幅 好 至於說台股為什麼可以這麼強 低於美股的跌幅 這我們就不去探討 它背後結構因素很多 也不重要 我們先來看一下整個事實是這樣的 好 先來講說美股會怎麼走 我剛剛不是有跟主持人報告嗎 就是說以二次世界大戰以來 只要美國有過統計的資料 總共12次進入到Bail Market 這12次進入Bail Market 平均跌幅是30% 最嚴重最嚴重可以跌到50% 甚至是60% 這是最嚴重 平均是30% 至少 你第一次這樣 就平均 跌多久 總共的空投時間是長達14個月 然後要經過多久的時間 它才能回到起跌點 要經過24個月 要兩年這麼久 但過去沒有這位人兄 過去沒有川普 沒有零利率 這次會不會稍微改變一下 川普也不是神仙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波美股下跌 川普怎麼用力喊話都沒有用 所以 過去大家都講川普投顧 川普投顧可以控制美股 那是美洲貿易戰下面 他可以控制美股 疫病他控制不了 疫情這種事情 川普無能為力的 他只能在那邊 肝召急肝瞪眼而已 甚至他都有可能懶病 這不是開玩笑的 連湯姆漢克都中了 連湯姆漢克太太都中了 你覺得這世界上還有誰 誰不會中 沒有 我是說你覺得世界上 還有誰沒有這樣的風險 我跟你講 你剛剛一連串的新聞 不是已經告訴我們 這個疫情是越來越嚴重嗎 我補充一下你剛剛所講 中南山說 國外的大概六月左右 會有些緩和 那為什麼美國國會醫生說 這個 你剛剛講那個新聞 那個醫生叫做 Dr. Brian Moham 這個醫生是美國的 國會的最高醫生 也是美國法院的最高醫生 最高法院的最高醫生 也就是說他是在照顧 國會議員跟美國大法官身體健康的 講白話一點就這樣 你說他的地位這麼重要 他在參加一場 閉門會議上面 他說美國 根據他的評估 有可能有最少8千萬人 到1億5千萬人會得病 1億5千萬人 我看到這數字覺得很嚇死寶寶的 如果這個數字 是我跟敏寬講出來的話 我們馬上被抓到的是假新聞 你要製造社會動亂 梅克爾昨天講了 德國總理 他說德國會有40%到60%的人會中 很大的原因是他們沒有什麼防疫概念 到現在口罩都不是 我們是口罩不離口對不對 他們到現在還是沒有 如果是歐美的疫情無法控制 那你覺得疫情有可能到6月就結束嗎 那如果疫情到6月沒有辦法結束的話 那全世界今年的經濟就完了 那經濟就完的情況之下 股市現在目前可能它才是一個初跌段 但是我剛才為什麼要這樣子 對你剛才一半一半 對我剛才為什麼這樣子 這樣子的原因是因為短線上面 美股已經快落底了 短線快落底了 對我認為道琼工業指數 這一波的第一波的低點 我寫給大家了解一下 這是我自己算出來的 你還有五個數字都有了 22215 技術分析就是這樣 神秘數字這怎麼算出來的 好這個算出來很簡單 就從我剛講的道琼的這個2月份的歷史最高點 算到它這一波反彈的這個低點 它反彈失敗 為什麼它反彈失敗 如果大家有道琼工業指數的日K線圖 你把它調出來 它五日線幾乎要穿過十日線往上 它有打底的跡象 就是在這個上個禮拜五這個禮拜一本來要打底 但是很不幸的它打底失敗 再一波的下殺 根據剛剛敏寬的說法 我的算法是一樣 等幅測距 所以你從頭部算到這個第一波的低點 然後從反彈的高點算到這個低點 剛好就是到22215點 OK這樣還有1300多點 快了 覺得很久 現在感覺一天就到了 一天就到了 今天現在 你剛不講嗎 電子盤到本來跌700多點 現在要800點了 跌800點了 再加500點就到了 所以沒什麼稀奇 今天晚上美股可能就見底 今天晚上 你見底是說會反彈對不對 對 第一波的低點 但是我研究過美股的過往長期的歷史 我給大家一個我的評估 美國股市如果是一個熊市的開始 進入到大空投 他第一波的反彈 他通常會彈回季線 也就是我們剛剛講說 如果道瓊跌到22215點 他開始做一波真正的反彈 不是我們剛剛講說 本波的一個反彈失敗 他做一波真正的反彈 他會彈回季線的下方 因為季線現在已經下彎了 所以說他彈不會過季線 季線差不多多少 我要看一下 我現在沒有在背那個數字 他會彈到季線的下方 但是大家不要寄望他會過季線 只要季線下彎的情況之下 他不會過季線 代表他是一個長空市場 那彈回季線之後 他會出現另外一波的主跌段 哇 所以你說那一波反彈 就是長命波就對了 對 那我最後再補充一點 就是說為什麼我認為 美股也是一個大熊市的開始 因為過往 美國股市只要是一個大空投 他有三部曲 第一部曲是什麼呢 初跌段 他的初跌段的特徵是什麼呢 一定是經過長期上漲之後 爆出了黑天鵝 然後再加上降息 這些 所有的time都在裡面了 就是降息是一個很重要因素 降息 有沒有降息這一次 有 有沒有黑天鵝 符合到這個所謂 黑天鵝跳天鵝壺 有沒有長期上漲 有嘛 所以這三個 美國大熊市的特徵都符合 然後他的特徵就是劇烈波動 他的那個上下的幅度會非常大 這是初跌段 初跌段反彈完之後 我剛剛講不會過季線 他主跌段的特色是什麼呢 他會緩跌 也就是說他波動會變小 但他會跌了很長的時間 他就慢慢跌 溫水煮青蛙一直跌一直跌 跌到最後末跌段的時候 他的特徵就出來了 所以各位 什麼時候才是真正進場買股票的時候 就是底部再出大力空 然後他又出現了大幅的震盪 大幅的上下的刷席 那個地方就是真正的買點 底部又在大力空 所以說你去看美國股市長期的熊市的 他的一個走勢圖的話 你會發現 你會發現 他的初跌段跟末跌段 他的波動幅度都是特別大 但是主跌段他的時間比較長 但是他的波動比較小 所以現在目前幾乎完全符合 我應該可以講99%確認是熊市了 OKOK 這個莫華哥說99%是熊市的大熊市來 我們聽聽看鄭老師你怎麼看 我們以前在稱一個皇帝的話 我們時長會這麼講 金網無情 金星藍測 我們同樣的股價無情 底部藍測 我們這幾天的話 我相信不管你投資台股 或是投資美股的話 尤其美股的話 這種感受最深 剛才的話我們聽到來賓的話 講到技術面 事實上我個人認為 我說實在這個大跌當中 我不看技術面的 為什麼 你要了解說為什麼這個股市會大跌嗎 那股市會大跌就是這個疫情 那疫情的話 我們就要針對這個疫情 那這個疫情就是一個不確定 那不確定的狀況之下 那這個不確定如果移開的話 那我個人認為 那機會就來了 那第二個大家會講說 我們在一個禮拜之前 美國聯準會不是降息兩馬 大家說這個後幣政策無效 大家看完了股票大跌當然說無效 那事實上 那未來他再繼續這樣的話 有沒有效 那我個人認為 我們就從這邊來講 第一個有可能出現曙光的是什麼 我們不是4月份的時候 我聽到曙光了 4月20幾號的時候 大家醒一下還是有曙光的 瑞德西韋這一顆要不是做 所謂的賊盲 那如果說今天賊盲的話 他能夠通過測試的話 那這個就是一個曙光 那第二個我們剛才來賓來講的話 他講到通過緊收 也就是說所有的 因為我們現在需求片都下降 那這個我是贊同 那這個要贊同 要在什麼狀況之下 要在這個所謂的疫情 一直持續下去的狀況之下 我才贊同 如果不是的話 那我個人認為 只要這個不確定運勢的話 移除掉的話 那我個人認為 這個底部就有機會出來 那第二個我們再講貨幣政策 那大家都以死為賤 什麼以死為賤 2008年 大家講說聯準會降兩馬 沒有效 對不是沒有效 我是說貨幣政策本來就有遲延性 他不是說我放下去絕對有效 那因為我實際上來講 我在我FB裡面就講到 短期我們看的是什麼 武漢這個新冠會員的一個疫情 那長期來講 我們絕對是 這個股票裡面要漲 絕對要有錢 那要有錢的話 那我們來比較一下2008年 那2008年 那時候美國聯邦基金的利率是5.5 那5.25的話就代表什麼 整個市場本來都是一個非常緊縮的 就像說我們在制裁壇裡面本來都沒有水 你要水進去的時候 剛開始的話 它降息 它只是有一點水 船還不會走 那現在的話不一樣 我們現在的利率維持 本來就是 我們各位如果至於到了2018年 美國聯邦基金的利率是從0.25% 一直提高到2.5% 股市底 那之後的話 這一段時間降來 降下來的時候 也就是說降到1.5%的時候 現在大概1% 那將來的話再降下來的話 我個人覺得 本來這個遲值裡面就有水了 那只是說這個疫情不確定 所以老師你說這個資金的動能是在的 在的長期來講 然後有解盲的這個助力 對 所以這些事情都沒有消失 只是現在被疫情嚇到了 對 但是 我在這個時刻你問我說 到底會 那底部會不會出現 我剛才就講到 股價無情 那個底部藍側 那我說實在我不知道 但是唯一的方法 我一般操作股價的方式 對你現在怎麼做 講實際操作面 我就是多空都操作 那我五層五層 因為你要知道你如果做多的話 說實在每天 漲就漲一千點 跌就跌一千點 我說實在的 很多人 這段時間本來吃一顆 安眠料的 現在可能要吃兩顆 甚至三顆以上 對 那如果做空的也會擔心 做多的也會擔心 沒有誰那麼篤定的 那我只好一個方式就是 如果我一千萬 那我五百萬做多 五百萬做空 那我做一個配對嘛 就像說 有某些健身方面的股票 那我認為有一檔個股它比較強 我就做多 那有一檔個股 我認為它比較空 比較弱 那我就做空 那當整個我們看到這個疫情 而且我們看到美國的上下震盪 弧度縮小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認為說 底部可能比較有機會出現的時候 我們才把空的全部平掉嘛 所以你在這種狀況之下 你不要單壓一邊 因為你單壓一邊 你一定會害怕的 不管多還空 因為不確定嘛 那我們就是這樣 那我每天都沒關係 早上起來也是一樣過日子 美國漲了一千點 跌了一千點 對我來講 好像也沒有什麼差別 那你兩邊做好 而且你從融資餘額來判斷的話呢 那融資餘額是這樣 我一般來講 最近減肥還不夠 對我一般先解釋一下 一般觀念 如果融資增加 這就代表整個市場非常活絡 那這個股票往往 再繼續往上漲的 機率就非常高 那如果說融資增加 融建減少的時候 大家一片看多 一片看多的時候 就代表說什麼 大家都買了 買的 大家都買了 要再買的人 就很少投資者了 那一般來講 後繼都會無力 股票不容易漲 那有一種狀況的話 就是融資融建都減少 融資融建都減少的話 就代表整個市場 大家都不要玩了 就2008年 那時候就融資融建一直在減 那各位 這一次的話 我們看到 以目前來講 一定是融建會增加 但是因為 我們3月15號到4月15號 這一段期間 有所謂的股東會的原因 可能會強制回補 所以我們看到這一段的時候 我們的融資是一直在增加的 本來一直在減少的 那融建一直在增加 如果 這個繼續下去的話 那一般來講 只要有小小的一個利多的話 那這個就是我們 市長聽到人家說 所謂暴戶性的緩彈 那這個我個人 以目前來講 有機會 那哪時候是底部呢 有時候我在看電視 看電視的時候 只要你看到 融資斷頭 刀刀劍骨水流成火 暴三天 大概寫的差不多了 一定要寫流成火才 對 一定會有這種 我們一般的 我們看到這樣的新聞 融資暴跌三天 剛剛沐華志說 這個在底部的時候 利空還在洗 對不對 這才確定落底了嗎 那個是很長線的 OK長線的 我是講 如果是整個熊市的過程的話 它會有這三個特徵 現在 我再補充一下我剛剛所講的 現在目前是初跌段 那如果說是初跌段的話 其實接近初跌段的一個低點 已經差不太多了 所以這我跟敏寬的看法是一樣的 就是說經過這一波的下跌 不管美股跌二十幾% 台股跌八% 其實這一波的初跌段 快見到相對的低點 但是初跌段反彈完 彈上去 那叫做逃命波 就譬如說像這個鄭老師 你覺得你是熊市確立 現在就是反彈逃命波 像鄭老師看的比較熱觀 那我就想請問鄭老師 無論你做空怎麼做 彈上去你是要加碼 還是要減碼嗎 你就問大家這個問題 現在如果手上我持股是 但是如果反彈的話 是要減碼還是要繼續追 現在目前如果假設說 今天就是相對低點 然後從今天開始 他彈個三五百點 彈上去是有可能 那彈上去你的策略 是要加碼還是減碼嗎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好 那剛才 這個答案就很簡單 如果80%的人跟你講 我一定是要減碼 我就要趕快跑 先套現再說 那你就覺得是逃命波了 那當然就是逃命波 因為大家都想賣 你絕對沒有高點可以賣 就現在還對持股百分之百信心的 因為剛剛鄭老師也講很清楚 他是多空對座 他有50%的空單 50%的多單 所以跌下去他也沒什麼損失 漲上去他也沒什麼賺 所以他是一個所謂的 完全Hedge的一個策略 那這個Hedge的策略 最重要就是等時機 等到相對波段低點的時候 他把空單回補 多單續爆 但多單 他如果空單都回補完了 他手上只剩下多單 那你彈上去你是要加碼還是要減碼 那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剛才我講到一個事情 就是說 這答案就很簡單 他不可能講說要加碼 他一定是減碼 對不對 因為我說實在 你如果說本身來講 不會做空的 我的步驟是這樣 第一個你融資一定不要做碼 因為不確定 這個不確定還存在 那第二個 那個莫華兄講的 沒錯 當然你彈上去的話 一般來講當然要減碼 因為你至少 因為我剛才講到 這個不確定因素 隨時都有可能減碼 那如果這個不確定因素 一直存在的話 那當然有通後緊收 如果這個一直存在的話 這對剛才 老師一直說 對啊 疫情如果沒 最可怕就是疫情還在 現在我們都不是防疫專家 我們也不是醫學專家 我們去討論疫情沒有意義 講實在的 我們也不用去預測疫情到什麼時候 有人很悲觀說這疫情 疫病永遠會存留人間 有人說樂觀一點 四月五月六月都有人說 問題是你要去賭那個不確定的說法嗎 我們交給陳時中 我們自己來看我們自己的順時中危機處理 要怎麼做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現在真正事實的一個狀況 我們先來看這個 這個也不是我們講的 這是瑞銀說的 瑞銀說他估今年中國第一季的GDP只有2% 然後下調全年經濟的一個成長是4.8% 然後他說中國的復工 有在加快的一個過程當中 巴拉巴拉巴拉講一講 他就說總而言之呢 就是本來今年初估是5.9% 目前他的總體來說的話 今年的中國GDP大概是4%以下 先跟各位報告 我覺得這個數字有點太過樂觀 我們再看另外一個數字 這個是阿迪達斯最近的一個報告 阿迪達斯他們最近的一個報告的一個過程當中 因為各位都曉得 今年在第一季的過程當中 因為中國他們是呈現了 所謂的一個封省封國 然後很多的地方的話 他們都狀況的部分的話 他們都認為說都不好 先跟各位報告 他們目前的一個同期銷售是暴跌25% 然後中國日本跟南韓的銷售量逐步下滑 可是這波問題來了 問題來在哪邊呢 我要先跟各位報告幾個數字 最近NBA開始做封管 NBA做封管 全部的NBA總共的損失是100億美金 最近義大利他們的一甲足球 開始實現了所謂的一個無觀眾比賽 為什麼呢 因為轉播錢已經賣了 所以還是要踢 可是還是踢的過程當中 他們一場呢 先跟各位報告 一場就是1億 先跟各位報告1億歐元 那我們剛剛跟各位談 愛迪達在中國 他單單銷售只退10億歐元而已 那我問各位 今天是愛迪達也好 是Nike也好 他們全世界所投注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廣告贊助 這個要花多少錢 然後再來一個 現在大家只看到了NBA 大家現在只看到了所謂的一甲足球 那我問各位 如果奧運 如果奧運真的辦不成 這個後面會再發生什麼事 不用如果了 不用如果嗎 哥哥我現在就可以跟你講不用如果了 今天還講得很鐵 日本政府 你有考慮取消 日本政府當然是死鴨子嘴硬 不到黃河心 他們沒有考慮取消 最後是被迫取消 所以反正如果 你就直接這樣 那如果說 先跟各位報告 先跟各位報告 東澳辦不辦 可能很多人會說 那是有得看沒得看的問題 先跟各位談一點 這是東澳的架構當中 台灣那些運動概念當中 外資居然很多的公司連續抽二十幾天的資金 你看那個股價沿路往下跌的過程當中 所以市場已經先反應說 預期不辦了 你看了整個GP疙瘩會浮起來 因為我都看到說 奇怪了 外資這樣不計價的殺 到底在殺什麼 我們再看全球航空業 全球這一波航空業的過程當中 這一次全國航空業 單單進一個月來 美國航太的市值 增發了1750億美元 但是我跟各位報告一件事情很麻煩的 今天早上包括了美國航空 包括了達美航空 他們還要在資訊減班當中 我們再看其他的數字 其他的數字的一個部分的話 先跟各位報告 今天已經3月12 昨天所有的上市上櫃公司 全部通通公告他們的營收 全部公告營收當中 總體營收衰退兩成 目前來出估今年第一季總體會減少一成 這是營收的一個狀況 但是昨天中華征信 對不起不是昨天 3月初中華征信所市井那個我覺得很擔心 為什麼呢 他說目前有39家的上市上櫃公司 可能會現金不足 不是我講的 是中華征信所說的 那麼先跟各位報告 大型公司都有39家 他可能會現金不足 那麼中小企業 他已經斷炊斷糧一個多月了 他要怎麼辦 所以我要在這個地方做一個總結 行政院竟有說有些措施會出來 個人的車貸放貸全部都可以延緩3到6個月 是的這個後面 因為我們這次的政府的救世是非常快的 我們先把這個 這是到昨天的一個線型 我在這個地方先來跟各位做一個解釋 目前的一個大盤的一個線型 很多人都在看說 這個盤能不能夠反彈 稍微好看一點點 我先跟各位報告 最近的盤連五日線都爬不上去 之前我們跟各位報告 這一波在整個季線跟月線 都已經成為了一個蓋頭反壓 今天呼啦呼啦的盤中最低點來到了10359 今天尾盤又跌掉400多點 先跟各位報告這一波的線型它是非常弱的 所以不是我們喜歡講空 我們沿路跟各位報告 顧主委的進空令有沒有幫助 我認為進空令 我認為進空令對於整個事實的狀況是沒有幫助的 因為要讓市場上正常的一個所謂的活絡 目前對我來說我個人最擔心的是 台灣前20大的大型成分股當中 這裡面油國的主權基金 包括挪威主權基金 包括新加坡淡馬席主權基金 包括了阿拉伯的一個油金主權 包括像什麼卡達拉阿布達比等等的主權基金 因為我們台灣長期我們的殖利率都非常非常高 所以他們很愛投資我們 現在有一個最大的麻煩是 油它也在打架當中 所以為什麼一直跟各位報告說 形勢不由人請你現金要拉高 就是現在連整個主權基金 他都在拉股票 他都在賣股票在換現金 你的資金真的有比他多嗎 所以你覺得現在應該來做一些 其實如果有人說我已經賠了就停損保留現金 意思是這樣 其實如果說持續去看 不管是在這個平台 或在很多的一個平台 我的說法都一樣 現在對很多人來說 他就是取之無味 棄之又覺得好痛喔 我一個月才賺3萬5萬 來到這個地方 我把股票砍掉 我要賠8萬10萬 可是很麻煩是 晚上睡 睡一睡起來 怎麼辦 好擔心喔 去看一下電視 哎呦 怎麼美股又跌了 回去更加睡不著 我該跟各位報告一次喔 如果說你這個地方 這個股票你就頂空空 沒關係啦 我就是跟他天長地久 我就是跟他拼的 他的基本面 我未來能夠相信 那你跟他報沒關係 但是問題是 如果一檔個股 你已經對你的生活 產生了一個很大的影響 我再跟各位報告一次喔 通常我過去20多年 這裡面我的資歷算最淺的 只有20多年而已 這張圖 你今天算年輕的耶 這張圖他告訴我們 這張圖他告訴我們 什麼事情呢 通常在股市空投的過程當中 很多人會開始安慰自己 哎呀沒關係啦 這家公司他的長期獲利很高 所以他的本益比來到這地方 我看一看喔 他之前那麼貴 我都沒有賣了 請跟各位報告 空投行情 本益比無效 再跟各位報告一次喔 空投行情 本益比無效 對於法人來說 對於城市交易來說 他就是變現為王 這個提供給大家 做一個參考 okok好 就是要檢視自己的股票 是的 該要認錯 要殺的還是要殺 好 請教一下資深一點的長輩 莫華哥 我在這邊算老黑 我不知道這老師有沒有比我老 我們應該差不多 其實行情走到這個地方 你決心要怎麼做 給大家實際面的 行情走到這個地方 不要去談基本面 這個米寬剛剛講的也沒有錯 也不要去談疫情 因為疫情就是基本面 我們沒有辦法去 在這個情況之下去探討這些問題 因為現在目前盤視是籌碼面 跟技術面在主導 所以說我要給大家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說 如果你要認為台股能止跌 至少三天不破底 三天內不破底 五日線它才能走平 五日線走平之後 如果再拉上去 五日線交叉過十日線 那就有一波回彈的機會 全世界股市都一樣 這是一個最重要的基本面 所以第一個條件 三天不破底 因為今天殺下來 其實盤中有稍微拉上來 就收盤有拉上來 所以有建議一下下影線 所以有可能今天盤中的低點 就是短線的最低點 有可能 但是要看美股今天晚上會不會續跌 或是說今天晚上美股跌下來 能拉一根紅可以上來 就漂亮了 但我覺得今天晚上的做法 我會怎麼做 因為我現在手上都是美股空單 你現在還在放空啊 其實從這個道琼在 兩萬八我就開始空到現在 其實木華哥空很久 敏寬知道 台股我也是 台股也是空單 台灣也都知道 就是被你們空下來 但是今天我都回補了 今天我的空單都回補了 你回補台股的 美股繼續空 美股今天晚上我會回補 美股你也回補 對 其實我跟鄭老師的做法一樣 我手上是有多單也有空單 所以我手上有那個標普 我手上有標普跟道琼的ETF的空單 一倍的啦 1比1的啦 然後呢我手上有那個微卵跟蘋果的多單 所以那我的持股比例是3分之2是空單 3分之2 3分之2的資金是空單 就60%的資金是空單 另外40%的資金是多單 所以說我是賺那個多空比 多空比 還有就是相對蘋果跟微卵 他們的跌幅會比大盤小 所以說你相對就有價差 大家要懂這個操作技巧 好那今天晚上我的做法 我這邊已經算出來了 我剛剛不是有跟大家講一個數字嗎 22215 22215 22215離昨天的收盤點 2353 對我剛剛講1338點 那現在目前道琼電子盤跌874點 我們現在目前直播的時候跌874點 所以只剩下464點 464點就給他了嘛 所以今天晚上美股一開盤空單 我就全部回補了嘛 多單續流 你覺得初步的已經跌完了 對多單續流 那你會問說這個22215 我怎麼算出來 因為很簡單 22215呢就是 這個頭部的頭部的點位 29643 然後呢初跌段4920點 所以說呢 初跌段的反彈高點24723 這個算出來 這個算出來 所以今天其實以現在電子盤 只剩下不到500點的空間 所以說今天做法很簡單嘛 就是空單全部回補 手上多單續爆 等反彈上去把多單出掉續空 空單再進場 所以我剛才問鄭老師說 對啊沒有錯啊 你手上Hedge 50%空單 50%多單 你沒有賠錢 沒有賺錢沒有錯 但你下一步要怎麼做才是重點啊 你不要去評估疫情 疫情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要怎麼做 鄭老師你怎麼做 我沒有在評估疫情 我剛才就講到說這個疫情 哪說這些事大家都不知道 那你最好的方法就是多空不止 我看阮兄也是一樣 那當然我個人認為 你現在最重要還是要留現金在 因為你有現金 有一天它跌下來的話 你當然就有機會再買 因為現在不確定 我一直跟各位講 現在不確定非常的嚴重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還要跟各位談一個 如果有一天疫情完了 剛才邱兄也是講到的 就是說 因為現在基本面不好 那基本面不好的話 各位投資者 你必須要有一個觀念 將來如果這個疫情都結束之後 那我們剛開始股票會漲的時候 往往都會產生一個叫無積之談 無積之談就沒有基本面 股票會漲上來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現在整個錢很多 那如果說整個我們的孔季的氣溫 不是那麼重的時候 大家就不會去 跑到債券裡面 去買債券 造成債券的殖利一直下降 就會跑到股票 那股票漲上來之後 是不是一般投資人 就有錢的 名目所得都增加了 名目所得增加之後 當然它就可以開始去消費 那消費之後的話 老實講的是之後已經 對 我是現在先跟各位投資者分享說 以後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因為很多投資者 不知道什麼叫無積之談 那無積之談之後 我們透過那個消費程式之後 我們就會產生所謂有機之談 所以邱兄剛才在講的 那絕對是 我們的基本面絕對不好 我只是先跟各位投資者 講一個概念 那這一段時間 只要一個不確定股票市場 大家知道 不確定是最可怕的 那這個不確定現在存在 我個人認為我看到很多防疫專家 像楊智良前衛生所所長 他還講說 美國應該有可能開始大爆發 那這個當然會害怕 每個人都害怕 那我唯一的方式 就跟軟胸一樣 就是兩個人做多空做 然後你相信那些子 有一天會飛會發揮的 對 等它跌到一個很深的程度的時候 我個人認為 回補的時候 我是不是又有現金了 那我是不是兩邊都會 因為你這一段時間說實在 你要去測這個東西 我說實在 任誰都測不準 這個我回應一下鄭老師說法 其實在這種空投行情裡面 很少人敢有那個Guts 這個心臟去百分之百空單持有 對 所以說呢 在這種空投行情裡面 最好的做法 就是空單多單都持有 但是你要有一定的多空比 對 像我的多空比 像我的多空比就是 三分之二是空單 三分之一是多單 所以說這個是在美股的做法 那台股 老師是一半一半 我是一半一半的 因為你如果不要這樣做的話 說實際上你賺不了什麼錢 沒錯 你不敢很大的霸 不會放在股票市場裡面 沒錯 我們現在三位都是多空經歷過很多次的人 像鄭老師 因為我們經驗都很多 對 因為跌下去 你如果手上都是空單 你會過度的樂觀 就是說你不會去回補 但是呢 但是呢 彈上去你會過度的緊張 你手上沒有多單 那如果你多空單都有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做這個水位的調控 資金的調控 所以這個是一個行家的做法 對 就是因為太多不確定了 手上一定要有一些 兩邊布局 股票要有在 這是你們的看法 好那剛剛這個老賽特別講 你的這個順時鐘操作策略 你說要避開疫情相關股 現在這些什麼醫療 衛生口罩耳溫槍 你覺得很多人在追 你說不要買 那我個人認為這些東西 因為疫情如果 一下子結束之後 那這個可能這些股票 因為 當然我們要看這些股票 如果本益比還是很低的話 那如果你買到的根本 它的獲利也非常不好 基本面也非常不好 那相對的現在在高點的話 那可能你這樣買下去的之後 兩個月以後 那可能就一等就要17年 就如同我之前 17年喔 為什麼SARS到現在17年 那你本身來講 以前都沒有基本面 所以這個我認為最好是避開 因為你被套住的機率非常高 而且套住之後 你可能這個時間會非常長 就是我的個人看法 我再問一下現在在降息瘋 我現在可以買 很多人是存這個金融股 現在該怎麼操作 我個人是不太贊成金融股 為什麼呢 我們把現在的架構 先來跟各位解釋一下 金融股它是做什麼生意呢 金融股它就是賺利差 那賺利差的一個過程當中 金融股通常會在所謂的一個 歌舞升平景氣繁榮的過程當中 它會賺最多錢 那金融股會在什麼時候 它會賠最多錢 金融股會在景氣不明朗 特別是當很多公司 它產生經營危機的過程當中 它會產生一個很大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風險 所以金融股通常會有一個 很大的一個麻煩就是 它常常都只有所謂的 麵粉的一個利潤 但是它要擔的是白粉的一個風險 那我在這個地方 我問各位一個簡單的 目前的經營環境 我們去看到這一波 過去兩三個月的過程當中 中國大陸的經營環境好嗎 好像不太好對不對 那我們剛有跟各位報告一件事情 目前就美國區來觀察的話 現在是美國要去演過去兩個多月來 中國所上演的那一齣戲 那你認為美國的經濟會好嗎 如果NBA不能夠開始了 然後很多人都要在家裡面 要開始隔離 甚至於我昨天看到 還有那種連國民兵都要出來了 我的天啊 那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那所以這個架構的過程 我們就可以發現 那個整個經濟的一個氛圍 是慢慢往下走的 那我問各位 經濟的氛圍慢慢往下走 銀行他有辦法大撕拳腳去 開始有很高的一個獲利嗎 再加上目前全世界所有的央行 都在所謂做降利率的一個動作 那我問各位 降利率的一個過程當中 銀行的利差是變大還是變小 所以我們如果用 所謂的標準的理性推論 邏輯推演來看的話 先跟各位報告 前幾年我認為台灣有很多的金融股啊 他們都是很不錯的一個存股的一個標的 但是來到這個時間點的話 我倒不這麼認為 為什麼 因為這波來到這地方 有太多令人覺得很討厭的一個因素 我們剛剛跟各位報告的是 在整個金融這一塊對不對 今天早上突然間 全世界現在最夯的產品 叫做AirPods AirPods理論上來說 今年是非常關鍵的一年 今年是有可能可以賣到一億負的一年 可是今年呢 今天早上的新聞出來的過程當中是 AirPods它會去削減訂單 大概到25% 所以包括了國內的像台積電 包括了像音業達 包括了像新日新等等的 它也會遭受到影響 先跟各位報告 我這些公司都是很棒的公司 可是這麼棒的一個公司 遇到了市場上 突然間因為消費激動的一個關係 它不買東西了 所以我們依此類推的情況之下 就是說 其實我本身我喊多比較厲害 我不喜歡講空 可是為什麼這一波一直苦口婆 先跟各位報告說要小心 就是這一波的景氣面 就目前來看 很多地方都非常非常的嚴峻 所以就目前來看的話 純粹以金融股來說的話 我還是要跟各位報告 離它越遠越好 哇塞 這個現在很多金融股都真的揣在蛋 沐寒你怎麼看 老師要補充 金融股的話 剛才邱兄講的是 以目前來講 危險是比較大 那我們一般來講 現在的銀行 你也買很多金融股對不對 我只有買那個台積銀 我買那個是訂存股 那我是九塊都買了 那配息配了好幾次 那我個人認為如果說 你一次要壓金融股的話 不好 為什麼 因為它可能還是會繼續下去 如果你要定期定額的 做存股的話 我認為金融股還是最棒的 因為它現在的 背比栽贓力的話 就覆蓋力的話 大概快要600% 600%以前的話 在銀行的時候 民國94年的時候 那時候40% 也就是說 我有100塊的一起換款的話 我那時候只有40塊 做為它的保護作用 那現在大概有600 所以我個人認為 如果你要對定期定額的話 就趁著這一次 我們在講說 你要定期定額 很多人要存股 那要存股的話 你絕對不要去買台灣50ETF 因為那個很高點 那銀行股它有個特性 明明50你覺得跌都不要買 都不要買 它的殖利才有3%多 那你縱使說金融股現在又跌下來 那將來 5年之後 6年之後有沒有再回到原來的價格 那基地非常高 所以銀行有這種特性 其他的說實在很危險 這是我看的我看 金融股一票 沐華 我講一講股票 全世界最大的銀行 我們不要講台灣的銀行 台灣銀行在全世界來講太小 全世界最大的銀行是BOA 美國銀行 你看美國銀行這一波跌幅多大 40% 40%的跌幅 2008年金融海嘯 摩根大通銀行夠棒了吧 全世界數一數二大銀行 經營最好的一個戴蒙經營 雖然最近心臟不好 這個這麼好的公司 這麼好的銀行 摩根大通銀行這波股價跌幅 31% 也就是說 在降息 在景氣不好的情況之下 金融股是 相對它的受傷是最重的 所以說當然 所以看到好價錢 你覺得也不要 那我跟大家報告 昨天晚上 我進去買JPM 就是摩根大通銀行 很少買 我覺得100股100股這樣買 我覺得100股 因為它90幾塊 90幾塊美金 很便宜 JPM90幾塊 對啊 JPM90幾塊 很多人買花旗 後來都翻了好多倍 對啊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 我去買JPM 90幾塊美金 這個地方去買 我是做短線 因為我覺得它短線跌了三成 跌了實在太多了 它會反彈 但是彈上去我就 賺價差我就要出了 因為中長線 美國降到零席 甚至美國有可能負利率 在QE 最受傷的還是金融保險業 所以說中長期金融保險業的利潤率 一定看淡 而且你要知道美國這些大銀行 他們有多少的mortgage 是放在房地產 萬一房地產市場出現問題怎麼辦 OK 我再講一下 那當然你是講國外的銀行的話 因為它上下震盪 就是漲的時候漲很大 跌的跌很深 那台灣比較local 這些銀行的話它受傷 這些海外資產它不多 OKOK 這一點不一樣的地方 下禮拜繼續陪大家來這個看盤 是掌握關鍵時間點 謝謝大家 拜拜 iting 感谢观看